現在疫情也燒進了演藝圈裡面 陸續有不少藝人都紛紛確診 像是這個果果她的未婚夫 范江彥峰她也被爆出確診 那她的經紀公司也證實有這件事 范江彥峰經傳確診 那據悉南方最近工作滿檔 她在工作前都有做快篩 不過17號卻驗出陽性 PCR也是確診 那目前仍是在隔離當中 公司表示范江彥峰本身是公眾藝人 也擔心家中有家人 所以每天會自行快篩 17號快篩成陽性 當下立刻到醫院採檢 18號PCR陽性確診 那她的未婚夫果果 未婚妻果果現在懷有身孕 在勞工確診之後 她也趕緊做了PCR 最後是陰性 不過為了政府掉液 現在她們兩個是分開居住 那其實最近呢 除了很多藝人確診之外呢 更包含了這位 body男男演員李菸 也確診了新冠肺炎 確診其實一點都不恐怖 其實你看我現在其實是 哇跳跳很健康的 我的那個病菸菸的感覺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我自己的感受是確診 嗯 確診的症狀就是 重感冒的可能十倍吧 就是你平常重感冒的那種感受 昨天三立八點檔 一家團員服裝室確診後 演員李彥經過PCR篩檢 確定呈陽性反應 李彥也在臉書開直播 分享心路歷程 聽得出來她的喉嚨不太舒服 聲音有點沙啞 她也表示確診不恐怖 我現在活跳跳 不舒服的狀況 是在自己快篩兩條線之前 我自己的感受是 症狀是重感冒的十倍吧 鼻水倒流更嚴重 體溫也比較高 禮拜一快篩雖然是陽性 但不舒服的狀況好很多 很奇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沒太嚴重症狀的時候 採反而是陽性 另外她也說到自己 其實呢之前有保過防疫保單 但沒有想到 經過一查之後才發現 居然已經過期了 那這個八點檔一家團圓 裡面除了李彥還有服裝師確診之外 連在這個劇中飾演 李彥妹妹的張玉潔 她PCR的結果也出爐了 是呈現陽性 張玉潔在劇中飾演 林澤西女友 李彥的妹妹 和李彥有許多對手戲 因快篩結果陽性進一步做PCR 原晚間9點的時候 三黎正式張玉潔確診 而晚間李彥才公開PCR結果 呈現陽性 她特別感謝醫護人員的熱情 與辛勞 並且呼籲大家一定要去打第三劑 如果確診了也不要害怕 另外確診的藝人 還有一名女生就是蔡瑞雪 她在19日的時候 晚間透露她自己快篩的時候 出現了陽性 還嚇到哭了出來 讓她為求這個金券 還到了醫院去做了PCR 結果現在還不知道 檢驗的結果是為何 讓她大呼真的好緊張 蔡瑞雪表示 從前一天晚上 就感覺喉嚨緊緊的 有點鼻塞 一開始推斷可能只是普通感冒 吃了感冒藥之後自行做快篩 當時結果唯一陰性 但她19日起床後 還是覺得喉嚨痛 以防萬一再測一次 沒有想到這回竟然是陽性 讓她嚇到哭了出來 馬上告知家人結果 也撥打了1922求助 蔡瑞雪晚間前往附近醫院掛急診 為了避免接觸更多人 徒步走了半個小時才會到達 排隊又排了一個小時 無難地表示 等待的結果好煎熬 她利用排隊等待的空檔 在社群網上發文 向大家說明此事 現在也只能繼續慢慢地等待 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健康 另外一名確診的藝人李嚴謹 她在18日的凌晨 她在社群網站上面自爆自己確診 進入防疫旅館隔離 她也在當天開直播 抱怨旅館的餐點跟搜水一樣 還分享了自己隔離發生的狀況 她19日的時候再度更新近況 表示防疫旅館裡面的溫度 好像不太準 像護理站反應之後卻沒有獲得解決 迎來網友的關注 為什麼要跟別人住在一起 我都不懂欸 我們又不是犯人 不管她有沒有染疫 她如果有一些她自己的疾病呢 那我在房間要戴口罩 那要瘋掉囉 李嚴謹19日與社群平台 分享隔離的最新情況 曬出了兩張溫度計的照片 照片中其中一次體溫是33.7度 另外一次則是32.9度 我一直說溫度計壞掉 剛才想泡澡想說排毒 還運動起來 但是測量竟然是33度多 真的是太奇怪了 像護理站反應後卻沒有獲得解決 另外她聽到旅館廣播宣布 要改為兩人一室 她詢問能否跟確診的朋友居住 卻遭到拒絕 質疑為什麼要和別人住在一起 並且擔憂交叉感染 對此北市衛生局回應 現行規範是兩人一室 不限家人同住或同行者 但會在瞭解林彥謹所述的 友人是否入住同一旅館 或是其他因素 因此無法兩人一室